川普遍建一声 今年胡老师五月份的时候 他说有这样一个想法 重申堂来 为我们教会的20周年 也为国际新福特会 做一 Samuel北遍建一个 내일 白后来创作《奥秘水经和》 这一首诗歌 来作为一个大合唱 当我听到这个词 我很感动 我以 Vocês 提醒10 Indians 非常写写 当时我就有一个感动 就是如果侯老师 真的来做成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为神做一个见证 那么这个见证呢 就是和奥秘水晶河 真的是有关 就在去年 在这一首诗歌中 我真的是经历到神 见到神 神也在我们家 做了一个大启示 所以我在祖堂做个见证 那么在崇春堂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来为神做这样的一个 美好的见证 去年呢 就是在二月份春节过后 然后我们家呢 就突然就得到一个噩耗吧 就是我哥哥 他比我大一岁 然后突然被诊断为 肺癌的晚期 当这件事情 其实我哥当时 他发现有这个肿瘤以后呢 他本来是想自己就悄悄的 他以为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因为医生是这样跟他讲 那他就为了不想让我父母 有更多的担忧 因为就只有我哥哥 我父母是在一个城市 他就想自己悄悄的 把这个手术做了 然后做完以后 再告诉我父母 但是没有想到 就是说当他这个 肺部一打开 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就根本就是一个晚期了 而且是扩散了 而且呢就是 恶性的 不是良性的 所以后来 这一次的手术呢 应该是一次错误的手术方案 所以就是 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错误的手术 然后他自己也知道 结果会非常的糟糕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就告诉我我的父母 然后这样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当这件事情突然之间 这样发生的时候 对我们家来说 就是一个 完全没有事项准备的 一个很大的灾难 因为我哥哥他四十多岁 他的儿子比我的女儿 Lucy还要小一岁 所以还是一个中学生 真的不知道怎么样 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 我哥哥他后来就转到 湖南的厂杉的乡养医院 是一个最好的医院 然后那边的医生就跟他说 因为你这一次错误的手术 所以没有办法再跟你做 任何的措施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试一试化疗 然后也跟他说 你做好思想准备 可能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这样的话对我哥来说 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 但是他还是要坚强地 去跟我嫂子 去做一些厚实的安排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在这边听到这个消息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无能为力 我父母也是无能为力 我哥哥也是无能为力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知道这个消息 大概没有过几天 我们教会就说 在嘉恩之家 有一次秦玉卢的 就是组长区长 这样的一次秦玉卢的机会 聚会 因为那个时候 教会开始全面地推广 这个秦玉卢 然后那天呢 就我到了影地以后呢 当然我只会为一件事情来求 呼求神 就这一件事情 我就在 秦玉卢一开始 我就在那个 那个堂的最后 我就跪在地上 就在那里跟神呼求 然后也在那里为我哥哥做 认罪回待 因为我哥哥呢 四年前 就是我们教会去广州 就是中路是他们去回国 去盼望国内的那些弟兄姊妹的时候 在广州做了一次秦玉卢的会 那么在那一次秦玉卢的会的时候呢 当时刚好我妈妈也在广州 然后孙弟兄他也在广州 所以我妈妈呢就打电话 就我当时我哥哥在武汉出差 他就跟他说 嗯 你周末来一趟广州 然后我哥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就飞过来 一飞过来就去参加预选神的会 结果在预选神的会的过程中呢 因为他神做了奇妙的工作 就让我哥哥和我妈妈的 那个破碎的关系 就得到了一次奇大的恢复 所以当在这个特会结束的那一天 当牧师呼召就是受洗的时候 其实我哥哥真的是稀里糊涂的 他就愿意他受洗 就成为那个基督徒 但是呢 因为他三天后他又离开嘛 离开以后也没有任何人带领 所以他虽然说在四年前他受洗了 但是呢 他没有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没有去教会 也没有读经 可能应该也不会祷告他 但他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的话呢 当他受洗以后的三年 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在那次情侣炉中 我就来到神面前就代替他 向神做认罪的悔改 深深的悔改 然后呢就求神赐下一个怜悯 虽然我说神啊 真的是他一点也不认识你 虽然他是你的儿子 但是求主你赦免他 也求主你把你极大的恩典怜悯 吃到他的身上 我就跪在那里求 那我那天就说 当然我真的是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在那里很 窃窃的在那里哀求 然后突然之间呢 就有一首诗歌出来 就是我曾听说 有一条神秘的水晶河 只有孩子的仙灯看见 有条回唱歌的生命和 只有幸福的心能听见 当这首歌一进来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 我不知道是什么歌 因为我跪在后面是闭着眼睛的 突然之间我整个的灵 就进入到一个清澈的河水中去了 突然之间就是身上有一些重担 就一下子就释放掉 然后就非常的轻松的 在那个河中气泡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面 突然就被打开 就怎么样呢 就我在灵里面 就突然之间看到了我哥哥 他在那个医院的病床上 因为他转到那间医院以后呢 那个时候正在做化疗的第三天 我们是晚上 他应该是上午 我看见 就灵里面看见那个病房 看见我哥哥躺在那个床上 看见我嫂嫂坐在他的旁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双非常慈祥的眼光 就是那个眼光 就进到这个房间 我感受到是主耶稣来了 我就跟主说 我说主啊 求祢怜悯他 求祢来医治他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看见一双 就是一只手 就是一只手 放在他的那个吊瓶的那个上面 因为他化疗嘛 就是掉那个化疗的那个蒸汽是72小时不间断 那瓶水是清透明的 然后突然之间就有那个雪滴 一滴一滴的就进到这个瓶子里面 然后这个瓶子里面的液体就由无热变成了雪 然后再给我哥哥树叶 我就真的是 我就感谢主 我说主啊 谢谢祢用祢的保险 来洁净我哥哥的身体 来医治他 就非常的感谢 然后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看见 灵里面看见 就 主耶稣在对着我哥哥的这个鼻子 在那里吹气 然后我能够看到我哥哥的这个肺部 这样一起一伏 一起一伏 然后我就跪在那个地方 我就说主啊 谢谢祢 祢真的是是慈爱的神 是怜悯的神 祢愿意把祢生命的气息 吹到我哥哥的身体中 让祢能够重新 有一个新的生命 好 我就在那里感谢 好 突然之间音乐是这样的 我向祢吹起 藏出我宝贵心意 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眼泪 死尽地流 因为我真的是感谢主 主前面说 孩子的眼可以看见 我看见了 主说 心腹的儿可以听见 我又听见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神 真的是这样的一位 又真又活的神 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全然地相信了 主对我哥的意思 然后那个 特会结束回到 回到家以后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跟我妈打电话 因为我妈也是 我们回国以后 带她信主的嘛 也是在家的教会 在国内的家里受洗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把这个经历跟我妈讲了 我说主耶稣已经医治了我哥 然后我妈也特别的高兴 但是我就跟她说 我说现在还不要跟哥说 因为她刚刚做完化疗 那个身体非常的虚荣 然后我说我也不确保 她是不是可以领受 可以相信 我说我们看看找个什么样的机会 然后把这件事情再跟我哥说 结果过几天呢 我打电话回家 我妈就说 我跟你哥说了 我说你跟他说了 你怎么跟他说了 他说我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了 然后我说 那哥的反应怎么样 他说他相信 我说真的是感谢主啊 我说主啊 我说我们人能信你 不是出于自己 是出于神的恩典 这一次我终于理解这句话了 因为我哥他说不认识 他便宜这么相信 是神把这份信放在他的心里 给了他一个恩典 他就信了 信了以后呢 我哥就说 知道他说神医治了他 然后化疗是这样 他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然后化疗第一个阶段完成以后呢 要休息两周 然后就是第三周的时候 要在医院再去做一次检查 抽血造CT 然后他这一次去检查的时候呢 真的是奇迹发生 就是他的那个 很多的血液指标中 有一项叫做 癌胚源的一个这样的指标 那这个指标是看他的 癌症的那个指数吧 大概是这样 这个指标为零 为零 然后呢 他呢 就是说 之前呢 就造CT 第一次真的是 因为他随便找了家医院 就可能连那个都没有弄好 所以但是第二次进香亚医院的时候 香亚医院给他做了一个检查 就非常的清楚 然后就可以看到里面 除了那一颗 额蛋那么大的一颗肿瘤以外 还有很多 那这一次 很多他有标注 什么零八毫米 五毫米 几毫米 哪个位置都有标注 但这一次呢 显示的结果就是 只是写了一个 就是说那一些 小结 他叫小结 明显缩小 就没有写指标 我们后来才知道 当他写明显缩小 不再记录这个尺寸的时候 实际上是低于两个毫米的 我们之后来才知道 那我后来我哥 他就 我们打电话 他就说 那医生叫他再做第二次化疗 他说还要不要做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问个话 还没有回去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 那就还是做一次吧 我们做一次 到时候再看看 因为我过几天就回去了 所以当他在做第二次化疗的时候 整个过程就明显比第一次要好很多 就是身体的状况啊 包括食欲啊那些 然后在他做完化疗的第三天 我回到长沙 还是我哥哥自己去机场开车去接的我 所以他的状态 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而且我的那个23公里的行李箱 是他帮我淋上四楼 所以的话我就觉得 哎呀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又耐心地等待了两周 然后再看结果 然后那一天 我和我哥一起到了香港医院 然后就看结果 那个癌配远细胞的那个指标 还是零 然后呢所有的那些小结 消失 所以真的是神经 当然我也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去的 所以那个时候医生就跟他说 恭喜你啊 他说你这化疗的效果超出寻常的好 所以呢一定要继续再接再厉的 继续做 然后我哥当时他真的就是有个很信心的回应 他就跟我少地说 我们办出院出院了 然后医生说你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说这么好的效果你不做了 他说一旦你出了院以后 以后想进来也没有那么容易 我哥说出院 他说我已经好了 好 所以呢就出了院以后呢 然后我哥 我记得我还在医院那个里面 在那个下面 我说你有什么打算 我哥说我再网上看到在美代河 刚好这个星期有一个看完协会搞的一个疗养活动 他说大概有一个月 他说我想去那边疗养一个月 我说挺好 我说那就去嘛 然后在我哥 他就大概应该可能就是第三天就走了 那么第二天呢 他就来到我妈妈家 来再看我爸爸妈妈一次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对 我在影地听到这个奥秘水晶盒以后 我就下载下来 就发到他手机上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你要长长的听这一首诗歌 我说这一首诗歌 每一句话都是神对你说的 我说他有医治的功能 所以那一天在我们家 然后我们又打开这个奥秘水晶盒 然后我哥哥我妈妈 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然后那天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记得是唱到 唱到也是副歌 就是副歌的第二段是 我持尊荣给你 以身杰来装饰你 唱这一首歌的时候 我老子里面突然之间就出来了一个意念 我相信是从神来的 他说我不仅要救你的命 我还要赐给你一份荣耀的工作 所以当这首歌 我们一起唱完了以后 我就跟我哥就分享了这个看见 然后我哥就走了 他就去遥阳去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五月份的我也就 我已经回到了温哥华 回到温哥华以后 都有保持联系 然后等到他六月份 他回来以后 他觉得他身体 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所以他那时候 他就说 他说 他说在家里很无聊 他说 我该去回单位去工作好了 后来我说 你要不要再休息一份时间 他说我感觉真的是很好 所以他又跟他们单位说 他好了 可以回来工作了 那他们单位当然会 对 我不知道他们单位的心情是怎么样了 总之呢 就是他们领导就说 好你回来 然后呢 就说 我们刚好有一份工作很轻松 就是我哥会是保房地产的 他说那个楼盘已经建好了 现在就只需要做一些交接的工作 他说你去那里 那那里是在外地 不是在常商 后来我哥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很快他发现他的状态 又回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 就是生活没有规律 然后不停地要在这种工作中 人际关系中 那样循环 他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他大概他做了两到三个月 然后他就跟他们单位 他也知道他们单位照顾他 已经给了他一个最轻松的工作 然后他就跟他们单位就说 可能这份工作不是很适合我 我第一条实质报告 他就辞职了 其实我当时我心里还是蛮忧虑的 我心想我哥妈 比起身体不是那么好 国内的医药费那么的昂贵 他有份工作 至少8%是可以报销 这是我心里的忧虑 但是他辞掉了 辞掉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回到厂家的家中 然后他可能就开始找工作 然后他发现有一个单位 也是一个房地产公司 他家很近就说在招人 他就递交了一份简易过去 很快收到那个面试通知 他就去面试 然后他在跟那个总经理交流的过程中介绍自己 完了以后 然后那个总经理就说 你的费现在怎么样 然后我哥吓了一跳 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一间公司 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费的事情 然后那个总经理说 他说我看到你的简历后 你在的公司是我曾经待过的 我在那里有很多的熟人 所以他说我就去打听你在那间工作的情况 他们告诉我你是因着肺癌晚期辞职了 我哥说原来是这样 然后我哥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的 总之他可能告诉他他好了 或者怎么说 最后那个总经理就说 你的情况我们都还比较清楚 他说给我们几天时间我们考虑一下 然后在我哥生日的那天 真的就过了几天 就是说就是生日的那一天 收到他们单位来电话 说你录用了 那真的是太奇妙了 为什么呢 我哥录用的这个职位 是他们公司 他们那个法理产公司的总经理 总工程师 他们当时正在开发的 刚刚开始开发的一个楼盘 是需要五年的时间 是建一个写字楼的一个楼群 而且是在比较中心的地带 他们在知道我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竟然我不知道他们打来的信息 相信他好了 然后录用了他 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 而且需要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来工作 而且给了非常好的待遇 所以他们就是通过这件事情 通过我哥的 那我哥到去年到现在 现在又工作了有一年 就到这个新单位都快一年了 非常的好 我这次回国 二月份 四月份回去 他的身体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工作啊 也是很 蛮有规律啦 因为他制作的是技术的嘛 就是技术工 没有那么复杂的人士的关系 所以天天可以回家吃饭 然后对 就是非常的有规律 所以他的整个的状态 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 就非常的感谢神 那这一次就是我呢 就是通过我哥这个事情呢 我就知道 是神做了一件奇事在我们家 神真的是让我亲眼见到他的作为 是在当我们在一次情义炉的过程中 当我们在唱奥秘水晶河的这一首诗歌的过程中 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件事情 从那以后呢 就我开始对于奇灵的炉呢 就开始有了一个可恶 在这之前真的是教会推动 一个月一次 领期五要参加 就这样了嘛 当然后来也推访到全教会 每个月会有一次 那我就在想 就是说这一首诗歌 这个奥秘水晶河这一首诗歌 是慕如先锋教会创作的 是他们教会创作的 我们自己这一年多的经历知道 是最有恩高的情侣的诗歌中的之一 最有恩高的 所以的话呢 我想就是我们重生堂 就神这次感度侯老师 来带领整个重生堂 来唱这一首诗歌 真的不是偶然 我相信是神 祂有祂的美好的心力在里面 那么 因着我们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 每一个星期肯定都会 至少有一次排练 是吧 我觉得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 真的是可以把每一次的排练 就当作是一只情欲炉 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太了解 什么是情欲炉 情欲炉它是什么呢 情欲炉它实际上就是 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做情欲炉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是在搭建一个帐幕 搭建一个大卫的帐幕 什么是大卫的帐幕 大卫的帐幕里面有什么 有约会 是有神的 所以说当我们在做这个情欲炉的 这个敬拜的时候呢 我们在搭建一个帐幕 这个帐幕是为神预备的 神一定会进来 那么神进来以后 祂会做什么 祂会把我们每一个人 带进先知和祭司的位分 先知的位分 就是可以听到神的话 可以发预言 可以见异象 这是先知 祭司 祂是做什么的 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为人带导 为人祈求 所以的话呢 就当我们在这个情欲炉的过程中 当我们在这个 神同在的这个帐幕中 神释放我们 把我们带进这个位分中 神带我们进这个位分中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神来同工 因为神他有美好的心意 要成就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 要成就在教会身上 但是必须要由我们来同工 也就是说神他要借助我们 然后让他的这个心意 能够在自由地在这个里面运行 同时神的目的就是要让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像我哥哥这件事情 你看我们当时在做情欲 我在那里跪着为我哥哥认罪为改 为他祈求 这是祭司的位分 其实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神释放我进入到一个先知的位分上 我就看见了神的意向 然后我把它宣告出来 好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那个时候神医治了我的哥哥 那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个医治的能力怎么样进到我哥哥的身上 就是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把这个信息给传递出去 当我传递出去的时候 所以神的这个医治在天上的事情就发生在了地上 就是我们主导人说 愿你的自己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地上 今天我们很多的祷告不能成就 其实不是神没有成人听 也不是神没有做 而是没有办法行在地上 行在我们的生命中 所以呢 就说感谢主 就是这一次 神透过 侯老师来祝福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相信也是祝福嘉恩的教会 就是说让我们真的是来学习 让我们能够积极地来回应 然后参与到这个荣耀的这个 四宫中去 我们是作为一个礼物 我们的心意 侯老师的心意是作为一个礼物 要献给神 我相信神有一个更大的心意 就是祂要把一个更好的礼物献给我们 就像今天周牧师说 神最大的喜悦是什么 祂要把喜年的恩高给我们 9月43号进入了一个喜年 神要释放祂的恩高 我觉得我们多么的有福分 就是说在这个新的喜年 要来到的季节 我们可以来学习 怎么样去领受神的心意 其实不是学习 真的是只要我们站到这个位分上 神就会把这个给我们 它是一个恩典 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来成长 然后可以让我们学习 怎么样去跟神同工 怎么样把自己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 怎么样把弟兄姊妹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 怎么样把教会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 怎么样来祷告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同时要让我们经历 神的灵要在这里自由地运行 神要把他在天上成就的事情 在地上完全地成就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它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 有一次非烈式地跨境 因为我们每一个在信神的人中 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地停留在脑袋中 知识中 太不够 所以我相信就是 如果我们弟兄姊妹 有一个愿意的心 这一次来参加这个奥秘水晶河 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彩排 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中 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 真的会因着你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神就会把他美好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身上 成就在教会身上 感谢主